花蓮慈激医院所收治的 第一位巴仙晨暴的伤患刘先生 由于恢复的情况良好 今天上午出院 露出开心的笑容 巴仙晨暴第一位 转送花蓮慈激医院的刘先生 30号上午顺利出院 全身24%二度烧烫伤的刘先生 从7月1号转到花蓮慈院 整形外科团队为他清创 超过四个星期的照护 伤口复原良好 我认为前二度应该14天都会好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希望他去洗澡 冲澡 他刚开始会怕 我说你这艰困的一步你踏出去 接下来你就会更好 然后他自己用那个水柱 把上面那药膏 脏药膏把它冲掉 又不需要靠我们屋里的人 去给他抹 因为抹肥肥肥痛 克服身体的疼痛 刘先生也积极做复健 同时把握机会 以自身故事鼓励其他烧烫伤患 加油 住院期间除了有医护团队照顾身体 医疗志工则是抚慰心灵 我就觉得在这边这段时间 身体心灵都受到很好的照顾 我也非常高兴今天 大家也都非常的高兴可以有心理的出院 祝你平安健康 送上满满祝福的卡片 这都是慈祭志工的爱与关怀 在慈祭世界就是这样的爱的关怀 受到大家的关心这样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决心戒烟 以健康的身心展开新的人生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导